最近几年投资圈总是流行用赛道这个词来描述某些热点的集中性的投资机会 如果我们要筛选出相关的赛道去投资 那样会需要大量的精力进行跟踪研究 这对于普通的散户来说无疑是困难的 而投资相关赛道的ETF则是不错的选择 最近我们GoMarkets就上下了一批在每股市场上市的ETF 供我们的客户进行选择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首先我们需要对ETF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类 有助于我们的客户更好地了解这一类产品 根据ETF内资产标的的不同 可以分为股票型 债却型 商品型 混合型以及专门基金 以下是我们目前可以投资的每股上市的ETF品类 根据字面的意思理解 股票型债却型的ETF就是基金内的资产标的 分别是股票和各种类型的债券 而我们目前能够提供追踪美国标普500指数的ETF 除此之外 还有根据不同板块划分的板块型基金 比如囊括了美股头部科技企业的科技板块ETF XLK 囊括了那些美国大银行的金融板块ETF XLF等等 当我们不知道应该具体选择哪些个股作为我们的投资标的 但是又认为某一行业将会有比较不错的表现时 就可以将这些ETF作为我们的投资选择 比如今年美联储将会加息缩表 流动性趋紧的情况下 一些传统的房率板块 比如必须消费品板块ETF XLP 公共事业板块 XLU 就可以纳入我们的投资组合的考虑范围之内 而债券型的ETF 我们目前能够提供7到10年期的美国国债ETF 以及20年期长期国债的ETF作为投资选择 这两个产品的代码分别是IEF和TLD 商品型基金目前有原油和天然气这些选择 而短期的乌额冲突 供需错配这些问题 将能源的价格推到了高位 这意味着这些商品型的ETF 将会有不错的分红收益 专门基金则有很多的选择 并且有很多产品 更能符合我们要追逐所谓热点赛道的需要 比如专门投资生物科技的ETF IBB 专门追踪半导体行业的SMH 这些都是非常热门的产品 还有在过去两年 一位拉丽纳效应而表现不错的农业ETF DBA 以及未来可能抓住中国金融市场复苏 专门投资中国大盘股的FXI 这些产品都能满足我们投资特定产业或赛道的需求 总体来说 ETF是更加稳健 而周期也更长的投资选择 当市场不确定性较强 个股的风险太高的时候 ETF就会成为很多投资人的选择 现在我们GoMarkets提供了相应的产品之后 也会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详细的分析和报告 来帮助大家了解现在市场 并做出合适的选择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心里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9188-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